紫月非礼物事 所以小爷我就只好看你们 你这小子 宗堂之上谨言慎行 你这小王八糕子 别忘了是你告状说被小爷我打拳了的 难不成这样拳一次 算了 怎么着 我跟你说 待会儿自有大老爷为我能主持公道 何必我亲自动手 圣堂 回物 原告来了吗 见过大人 被告呢 回大老爷 小明来了 来了还不跪下 他们怎么不跪啊 放肆 他们乃是晚平县的在学生员 与本府同属斯文一脉 一律上堂不跪 你是什么东西 也敢跟人家攀比 就是 回大老爷不是个东西 小明贵了 小明贵了 本府听你这话怎么这么别扭 回大人 这刁民是带拐弯抹角的骂老爷 应与惩罚啊 对 就是 还反了你不成 来啊 是 张嘴石下 是 慢着 你是何人 大人 在下乃是被告的宋师 宋师 本府烦的就是你们这些人 无是生非 挑拨离间 心送敛财 本府不问 不许你说话 来啊 是 打他 是 慢着 本府让你说话了吗 公堂之上 不让宋师说话 这可闻所未闻 在下往来大明各地 大小公堂上过无数 公堂之上 宋师可谓被告代言 这是天经地义啊 怎么到了大人这儿就不行了呢 大人 你就不怕传出去 告你个先入为主 有爱秉公执法吗 我 本府在此坐堂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怎么 从来就没见过你啊 哦 在下 不是本地宋师 就他 还有钱请得去外地的宋师 那你 都打过什么官司 说来听听 哦 这么说吧 我大明开国以来 所有重案要案 在下 都有参与 你是真的 好 你是刘伯温 刘大人的长班 回大人 是 这位宋师 是刘大人为你请的 没错啊 这么说 刘大人 还是很看重 这桩案子的 此案从头至尾 都与我家先生无关 有罪无罪 小民一身承担 原告 你 告他什么 不是 大人 壮指有诉啊 罪犯留意 腰埋匹兵 冒充皇家信使 大闹县衙 那 殴打秀才 凌辱斯文哪 板平县全体声援 匍匐上高 鸣鼓夙渊 仰岐府台大人 主持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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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 你有何话说 等等 那我说吧 我问你们 你们这一群人 都是让他一个人 打成这样的 咱们不是他 不是他还有谁啊 主持公道 就是他先打的 主持公道 你看看 给我们打 主持公道 你笑什么 大人 我笑他们这瞎话 都没边缘哪 我说 你们这还秀才哪 你们念那点书 是不是都救饭吃了这个 你怎么说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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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侧侮辱斯文 我财望大人严泽 公堂之上 不可造次 宋师 注意言辞 大人 你也看见了 被告可是一个人 而且还是个少年 怎么会把这一群 正当年的秀才 打成这样呢 是啊 你们这么多人 怎么被一个小厮 打成这样了 不是 回大人 还不是他 先报了名号 说是刘伯文的家人 是啊 嗯 生员们都是读书人 看中刘大人的脸面 也就不好还手反抗了 对呀 这么说 他是 仗势欺人了 学生可不敢这么说啊 被告 你 接着说 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 既然你们那么在乎刘大人的脸面 打都不还手 那怎么会越过县衙把官司打到府衙来呢 是啊 此事应该在婉平县聚集 不服再来本衙嘛 被告抓闹工厂 那个县官 弄不过他 对对对对 大人您听听啊 这就不像话 县衙怎么也有衙役三四十人吧 摁不住一个小厮 这 这难道是三头六臂的哪吒吗 这个 还不是因为那个刘伯温 你看 你又提刘伯温 他是刘伯温的小厮这不假 但刘伯温跟这事有什么关系啊 啊 你们上来做一个刘伯温又一个刘伯温 难道你们要说刘伯温纵谱行凶不成吧 哼 真是 这可是他说的啊 我可没说 就是 不是 照你这话头演一下去 它就是这么个结果啊 被告送尸 以小人之心 夺君子之父啊 对啊 这话更不对了 断岸上未断恩怨未明 何来君子小人呢 未断先审岳祖带袍 难道你是堂上大人吗 你 你血口喷人你 大人明见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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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巨师读书之人 夫子有言 闽于行 纳于言 我等 说不过你跟老宋棍 那你可不算什么好学生 那 怎么不是 大人你看啊 这一群人 让人一个人打成这样 这还闽于行呢 兴送闹事 上得堂来说不出个慈丑尹某 你倒真是乐于言 又不能说又不能做 这对其什么玩意 这是 废物呗 你怎么说话呢你 你怎么这么说话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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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堂之上 不可放肆 小民之罪不敢笑了 被告 你方辩驳依据又是什么 当堂将来 大人呐 法条再大 他大不过长时间 你也看见了 一群人告他 说是让他一个人 把他们打成这样 又说他一个人到县衙大闹 这余情余礼说不通 这是诬告啊 我等一干人正俱在 又是在学生源 为何要诬告一个 外来的小厮下人 是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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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这余情余礼 也说不过去呀 老爷 小民去卢沟桥 并不是去玩耍 实际是暗查不法之徒 哦 谁是不法之徒 你又查到了什么 地痞恶霸 私设关卡 劫收关税 他们担心真相败露 殴打小的 你 胡说八道 啊 胡说八道 大人 瞎说的 告你的 都是些读书的世子 怎能说是地痞恶霸 啊 读书之人如果无耻起来 那可就是 衣冠禽兽 对 你们 你说什么呢你 大人 你当责罚 要不 我等 告一抓 对 告一抓 大人 有人告 有人在你治下 私设关卡 收受关税 这可是大事 你 你有证据吗 正因为没有证据 所以小的才前去案查呀 对啊 大人不妨按照这个线索查下去 必有斩获 大人 现在可有被告留意 把这案子告下来了 私设关卡 收受关税 这事关朝廷大人 这案子不查 说小了 你这叫玩忽职守 说大了 你这叫包庇犯罪 不是 这本来是我们 状告你们 误打秀才 现在怎么成了 你案查不法之徒了 就是啊 这这这这 找回水 这杀人 好了好了 此事壮志未溯 与本案无关 不予听诵 至于 仲秀才 申告被勾一事 本府还需下堂一 将严判 退堂 喂 喂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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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能完呢 这怎么能完呢 大人 这被告怎么办呢 你说怎么办 交保听传呢 哦 是 怎么又扯到这事上来了 不是 您不知道 那知府他装糊涂 来了个一推六二五 他两边都不得罪 哎 那咱们送的银子 不又打水漂了吗 依学生之见 知府大人 还是给足了咱们的面子 对啊 要是私设关卡的事 在宫堂之上深究下去 这这这 这 问题是 那刘伯温的小司 是怎么知道这事的 哎呀 学生也在疑惑这事啊 哎 还有那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 那宋师 哎 对对对 那个老头 灵牙俐齿 就是 听你们的描述 他会不会就是刘伯温呢 啊 那咱下边怎么办啊 暂且忍一下 带我探探风头再说 这 二位 先请回复 伙计 来了 老爷 什么吩咐 把这桌酒席给我退了 这这可不成 咱们这儿没这规矩啊 规矩都是人定的 我的客人不来了 谁吃这一大桌子酒菜啊 这不是浪费吗 大爷 这不糟定了 这些食猪果仙鸡鸭鱼肉 可都是您提前订的 对 您不吃 您看我们卖给谁啊 那我管不着 对对对对 坏了怪可惜的 你看看 是不是 这这都是硬菜啊 就是啊 二位 没事请回吧 不是 金老爷 你看我们兄弟 为这事忙活的有些时日了 你看看这这这 这这 我们俩倒是好说 关键是 这下边 还有你一大帮兄弟呢 要不我叫他们上来 一丝一丝喝点酒 对对对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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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桌韭菜是招待公差的 我记得你们的 已经开销过了吧 不是那人家又不肯退啊你 这个肯定退不了 得嘞 金老爷 我前几兄弟们 谢过金老爷的场 我去招呼他们了 对对对 呸 吃吃 不怕夜死 干啥 别动别动 放放放放下 火箭 把那肘子和鱼装铁盒里 我给我儿子带回家去 行 大人 高将军 刘毅啊 备茶 好 来 坐 高将军 发现什么了吗 晚平县那个金书班 刚离开府衙前的酒司 好像回县里了 他原本呢 是打算在那大宴宾客 打谢那帮衙役的 结果没成想呢 这刘毅啊 跑到堂上溜达了一圈 毫发无损又出来了 他的如意算盘落空了 所以看上去 他也是气冲冲的 还是没跟那些花子联络 没有 盯紧了吧 他们这些书惯了黑钱的人呢 忍不了多久 马上就会有新动作 末将知道 嬉戏古风 以阴一语 民免同心 不义有怒 小兄弟 你这口中念念有词的 刀鼓什么呢 背书念诗呢 没想到你还这么刻苦 刻苦 喜喜古风 以阴一语 行了高将军 你找人盯着那些花子吧 末将领命 嗯 先生 嗯 外面人都传要特开恩科呢 谁都可以考 考上了就给个官当 小的 小的也能去考吗 还惦记当官呢 小的这不是求上进吗 求上进好啊 求上进好啊 但是考恩科这事 你怕不够格吧 还没事怎么就知道不够格啊 不过这恩科到底是什么呀 恩科呀 恩科就是朝廷科举取士 尽收天下人才 说是尽收 岂能没有遗漏啊 嗯 于是朝廷呢 就利用各种喜庆 再开博学弘词之类的特靠 一招天下一线 这叫恩科 过往近世多为男人 现在燕王封了北地 所以朝廷特开北地恩科 哼 见过老爷 我估摸着这两天你也该来了 老爷 这是您这两个月的份子